日本防衛副外相金野巨狼 日前在接受英国的媒体 《每日电讯报》的专访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 如果台海两岸发生冲突的话 日本会考虑采取一些行动 这些行动他后来补充 可能是提供防卫性的 或者是后援型的武器 他这番话引起了北京当局非常不满 要求日本政府澄清解释 说实在 以这一个日本防卫副大臣 与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这样的一个组合来讲 正好都是保守派的组合 也就是一个自民党保守派 是希望强化《每日同盟》 希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 等等的一个防卫副大臣 遇上了英国的保守派的右派的媒体 他们的结论 当然很容易导致这样的一个 大家的外界的观察 不过我们要进一步的看的是 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不是日本前首相安倍讲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样的一个延伸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安倍前首相当他在讲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 他已经卸任了 也就是说有些媒体讲说安倍的说法 已经拆解了美日同盟对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模糊 说实在这样子是言过其实的 因为安倍讲话的时候他已经下台了 我们更要进一步的了解的应该是说 就算是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但是第一个 日本他如何回应 第二个 日本他用什么方式 或者他有没有能力回应 我们先很快的讨论一下 日本他如何回应 日本面临台湾有事的时候 当然会受到影响 因为不管是从地缘的战略来讲 或是从这些商船的货运来讲 平常的交通要道都是一个日本关切的问题 不过日本的回应 他是不是像很多外界所猜测的 是以日军来撤侨 或者说日本他真的会 对台湾提供一些防卫性的 或者是后勤型的武器 我们不得而知 甚或是日本会不会 他采取一些外交或者是政治上的谴责 对于北京的谴责 但是第一时间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直到美国要求日本配合美国 采取某些行动为止 当然这就更牵扯到美国政府 在台海有事的时候 美国会怎么办 另外 第二点就是 日本有没有能力 在台湾有事的时候采取一些行动 这一个结论必须说众说纷纭 有些人对日本的自卫队很有信心 但是也有些人指出 日本自卫队的人数大概20万 还要顾及到俄罗斯 北韩 还有像中国大陆等等的这些问题 所以自卫队其实倍多利分 而且自卫队的海军空军 就算他的值很好 但是他的量 现在看起来是输给中国大陆 所以在值雨量上面 日本自卫队是不是能够与中国大陆力拼 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 不过如果是美日同盟联合出手的话 当然情况又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如果只是日本单挑中国大陆的时候 其实日本在军力上也不一定会占到便宜 更不用说他还必须要防卫北边的俄罗斯 还有他西边的北韩等等的 所以日本在台湾有事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子轻易的出兵 其实大家并没有一个把握 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把话讲清楚 非常符合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模糊 所以我们应该要清楚的知道 日本有事 当然台湾会有事 台湾有事 日本同样会有事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只不过说在有事之余 到底日本会怎么样回应台海的局势 我们不能够那么轻易的就说 日本一定会介入台海的冲突 日本目前判断 可能会以自己与美日同盟的这一个角色 还有规定作为行动的依规 更不用说 日本在国内 它的民众其实大部分 从民调看起来是不同意 日本的自卫队介入到台海的冲突 一直在说日本应该要用军事介入的 通常是日本自民党里面 比较保守的 比较反中的那一派 我们不能说日本的民意 就会支持日本这些保守派 或者自民党右派的行动 所以日本政府这样的一番言论 当然它不是一个 具有非常高度官方的代表性 但是我们就必须了解到了 日本确实有一批政治人物 一直在鼓吹 日本要扭转它和平宪法 也就是和宪法第九条 因为这样子才能给日本自卫队 更多的这些参与战争 或参与冲突的权利 而且他们也希望修改宪法之后 日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应对 中国大陆日益崛起的军事实力 所以台湾这边必须要注意到 当自己处于在中国大陆与日本 或者中国大陆与美日同盟的 这个争斗的漩涡的时候 台湾更应该要自处 而且台湾应该要想 怎么样不让台湾有事 因为只要台湾不会有事 那么日本就不会有事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